比亚迪交卷了 这一次呢比亚迪超越了特斯拉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企 资料显示 比亚迪全年交付汽车超过300饭量 顺利的完成了年初定下的目标 销量新高 目标完成 比亚迪的老总王城福就非常的高兴 直接拿出了20亿给完成目标的经销商发红包 按照每辆车666进行发放 那叫一个豪气 亮眼的数据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市场呢可没有买账 销量公布之后呢 比亚迪竟然高开低走 要我说呀 比亚迪这股价实在是配不上这么牛的业绩 销量畅下新高股价却没有反应 市场在担忧啥呢 先从销量而言 2023年比亚迪的销量突破了300万 但赚钱能力还需提升 盘店比亚迪的收入结构呢 其大部分的销量则都来自于低价的车型 当然呢这也是市场结构所决定的 具体来看 300万的销量当中呢 售价最低破9万的琴系列的销量最高 全年销售48.2万辆 其次为比亚迪的宋拉斯冠军版 全年的累计销量为42.7万辆 然后就是比亚迪的海豚和海鸥 全年的销量分别为36.7万辆和28万辆 售价和定位相对较高的汉系列和糖系列呢 2023年全年的销量分别为22.8万辆和13.7万辆 比亚迪的海豹的销量只有12.7万辆 从车型占比中部呢发现 比亚迪的第一架车型确实卖的不错 但是高端车型销售依旧存在着瓶颈 其实保持销量呢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毕竟市场30万元以上的车型占比呢 不超过15% 但是跟特斯拉相比呢 虽然销量优势已经显现 但是营收差距因就不小 再者呢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高 新能源汽车已经从电动化的上半场 转向了智能化的下半场 2023年的下半场呢 华为性凭借着智能座驾 智能驾驶等技术 在行业取得了不俗的销量 这是一个趋势 智能驾驶技术方面呢 2023年呢 将被视为城市NOA落地元年 从华为魏小李到长安长城 各家车系加快在城市NOA赛道的布局速度 据开源证券数据 2023年上半年 国用乘用车前装NOA交付新车20.94万辆 股比增长108.98% 但作为销贯的比亚迪布局呢 却显得有点吃后 比亚迪旗下的同市品牌的 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赵长江表示 到去年12月底呢 才会在同市N7上推送高速NOA 城市NOA则呢 要等到2024年Q1才能够在同市N7上面去推送 总的来说呢 2023年以来比亚迪已经在加大智能化的领域上投入 尤其是在智能驾驶方面 比亚迪目前自动驾驶业务的软件团队呢 已经有数千人的一个规模 不过智能化并非一处而就 比亚迪想要在智能化上面加速追赶 还需要时间跟过程 当然呢 就目前比亚迪股价与业务之间的背离 显示了部分投资者依旧存在着担忧 比亚迪应该在注重销量的背景下 多与市场进行沟通 从而消除市场的顾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